南門市場攤商拿出鴨香寶 向大家推薦自己的招牌菜 冰糖醬鴨 佛跳牆 德國豬腳拼盤 櫻花蝦油飯 看得讓人垂涎三尺 現在年輕人喜歡多樣化 然後又吃不多 所以我們就做成小型的八寶飯 讓大家上桌的時候 可以吃到各種口味的八寶 陸陸續續大家都在訂 大概到一月底吧 才停止 那賣的最好的就是佛跳牆 因為大家過年嘛 這裡圍爐圍爐 那再來就冬鍋肉 蔥靠鯨魚 這比較特別的 十二道年菜擺滿桌 熱騰騰的火鍋還冒著煙 台北市長柯文哲 忍不住拿起筷子涮牛肉 延續三年到南門市場宣傳年菜 號召市民一起來這裡辦年貨 感受過節氣氛 南門市場本來就是 我們台北市場裡面 算是標竿市場 整齊清潔 這個一些動線 說都是有規劃的 而且這個 連這個市場菜的品質也是最好的 誠摯希望我們的台北市民 有時間來這裡逛逛 開始採買這個年菜 而為了方便民眾選購年菜 南門市場也跟上網購風潮 只要動一動手指上臉書粉絲團 七十種年菜任君挑選 讓民眾不用人擠人 一次構足南門各種好料理 凱拓大台北市新聞 由翔廷採訪報導 我們在公開的市場 請問您的視聴 請問您的評論